嗨嗨 我是Josh 前幾天統一師的三類手郭富林 在休假期間騎車酒駕 雖然沒有發生意外 但是酒駕就是酒駕 完全沒有護航的空間 就跟郭富林的道歉聲明說的一樣 這是一個非常愚蠢的錯誤 目前聯盟是開出一個 不痛不癢的競賽處罰 統一師則是把他降到二軍 還不確定最後會怎麼處理 那今天我不是要討論要怎麼發賽合理 而是想趁這個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位在11年前 受酒駕影響最深的大聯盟球人 在2004年的選秀會上 才高中畢業的Nick Edenhart 原本被認為在第一輪就會被球隊挑走 但是在選秀的一個月前 他右手手刃帶斷裂 讓他去做了Tommy John手術 也導致他的選秀輪次 一口氣掉到第14輪才被天使隊選走 經過了一年的復健 他從新任聯盟展開職業生涯 接下來他升級得非常順利 大概就是一年升一階的速度 而且從2006年開始 他每年都被列在Bestball America的百大新秀榜裡面 他的快速球 曲球 和變速球 都有非常高的評價 能同時擁有三種高評價球種 是很罕見的 到了2008年 他在5月完成了大聯盟生涯的初登版 那場比賽他投的不怎麼樣 只投了兩局 就送出5次保送 提前被KO下場 第二場先發他狀況有好一點 但還是沒撐完5局 一直到了第三場先發 他主投5.2局 丟掉4分 最後天使以10比7打敗了白襪 也讓Edanta拿下了大聯盟生涯的首勝 但是在這場比賽之後 Edanta降回了3A 繼續在小聯盟練等 這年他就沒有再回到大聯盟出賽了 時間來到2009年 Edanta的機會來了 這年天使隊的先發輪值 出現了非常多的傷兵 而Edanta也很爭氣的 在春訓投出非常好的成績 3勝0敗 3.12的自責分率 成功讓他打進了天使隊的先發輪值 在天使隊那年開啟的第一個系列賽 Edanta就登版先發 對決運動家 當時的Edanta 已經跟前一年的他不太一樣了 6局的投球 送出5次3勝 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徹底封鎖運動家 展現了他個人的投球天分 要不是牛棚放火 不然Edanta應該要拿下他大聯盟第二勝的 這場精彩的投球 讓球迷對他的未來有無限的想像 要記得 他才22歲而已 天使隊的明星外野手Troy Hunter 也跟這位年輕的投手講 恭喜啊 這只是你未來許多好比賽的第一場而已 今天晚上 就跟你的家人還有朋友們好好享受一下吧 當時沒有人想得到 那場比賽 竟然是Edanta大聯盟生涯的最後一戰了 當晚他跟三位朋友 要去一個俱樂部跳舞慶祝 結果就在距離俱樂部一個街口的地方 他們被一位酒駕的累犯 Andre Gallo撞上 造成包含Edanta在內的三人死亡 另一位乘客也身受重傷 而Andre Gallo造勢之後還下車逃逸 等他被警方逮到的時候 他的酒測值 依然超過標準值了兩倍 可想而知他開車的時候有多罪 後來 Gallo被重判了51年的刑期 要到2028年才有機會假釋 他愚蠢的酒下行為 不只奪走了幾個年輕人的生命 毀了他們的家庭 也差不多毀了自己的人生 這場可怕的車禍 重傷了天使隊 但是他們當年還剩下159場的地形賽要打 後來球員們有個共識 他們要打出好成績 來安慰Edanta的家人 這一定也是Edanta會想要看到的 最後他們以大聯盟第二家的戰績 在美連西區封王 全隊的球員還一起拿著香檳到外野 跟Edanta的紀念照一起慶祝 接著他們在季后賽第一輪 橫掃了紅襪隊 但是很可惜 在每年冠軍系列戰中 以兩勝四敗被陽際隊淘汰 他們距離世界大賽 就只差那麼一點點 如果Edanta還在 不知道那年的季后賽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酒駕帶走了一個充滿天分的大聯盟年輕投手 但是大聯盟本身 似乎對於酒駕還是不太看重 有許多知名的大聯盟球員 都曾經酒駕過 而且他們都沒有受到聯盟的額外處罰 像是去年在陽際成績很好的 Camor Mabin 韓國強打者邱信守 以及生涯快要500轟的胖卡布 引告卡布拉都曾經酒駕過 而且時間點都在Edanta的悲劇之後 實在是搞不懂這些球員到底在想什麼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大家記得真的不要酒駕 我們下次見 掰掰